现在民进党像病人 想要从年轻人的谈话当中知道 民进党还有没有救 那其实很多人想问 苏贞昌有没有要下台呢 董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民党的部署大概 不想让苏贞昌下台 可是他这四天都在宴请部会主管 真的是单纯尾瑶 还是毕业餐会 我觉得他现在是洋洋自得 因为原山大饭店的董事长是他指派 林毅生是 他那时候跟蔡英文选党内出选的时候 的苏贞昌静典总部发言人 那林毅生是现在原山董事长 是过去屏东选出一个立委 当很多届 后来因为立法院改成单一选期两标志 他知道在选下去那个期 刚好划出来那个期他选不赢 所以他就宣布退选 那苏贞昌当了行政院长以后 再度当行政院长就很栽培他 所以2019年就青年节那天 就指派说你来当董事长 把原来的董事长叫到101去当董事长 这个过程啊 那苏贞昌一直想来捧场 因为中间这过程啊他 谨小甚为啊 那他现在胆子壮大 因为他吃了定心丸了 他在蔡英文说不发 这些超真的钱 苏贞昌愿意去发 而且蔡英文马上替他背书 他就觉得我这个位置太稳了 所以他现在开始是宴请一些人 那表示说 即使在表现说放心啦 我不会走啦 以后我们还会常来这里啦 他现在表现就这样的态度嘛 那我觉得说 你现在看民进党的方式啊 他换了谁啊 可能你政局要重新再 像现在啊 这些人都做这么久了 相形下还比较熟悉 你要换了人以后 不熟悉 然后被吐槽 被媒体追打 或怎么样 对蔡英文来讲反而更不利 那现在你要换的人 最多就是大家讲 顾立雄或者陈建仁嘛 对蔡英文来讲 你还要再找人来递胎 他们也不一定好 所以就他来讲就说 那不如你就跟我一起 把他干到 明年的520算了啦 我觉得蔡英文现在的盘算 大概也就这样 所以孙政昌现在心里很得意 说我挑的这么重的担子 身体很臭 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去批评悲人 他现在其实笑咪咪 好整以下 那当然他笑咪咪是很得意的 因为得意忘形嘛 那现在民进党的想法是怎么样 民进党想法说 好啦那没关系 等赖清德上来以后 将来的什么成败 因为成败就是以选举为主嘛 就是为赖清德自己试问嘛 那赖清德现在我觉得 他自己心里也有底 你如果把苏贞昌逼下来 上来对你 其他人上来对你未必会更有利 那蔡英文就说 我有个苏贞昌挡在前面 我就让苏贞昌帝党 反正他那么爱做 他也愿意帮我党 那所以他就变成一个这样的 蔡淑体制 就会呈现在这里 可是倒霉的就是会是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现在碰到的就是说 就是你行政做不好 那将来险棘是反映在我党身上 那搞了半天险棘结束 不是党主席下台 没有人下台只有党主席 因为那时候党主席是蔡英文嘛 那如果这样的话 对我来讲我的风险就很大 因为行政的方面 我没办法去干预 没办法去做 你苏贞昌有大的决策 你也不必送到我这中常会 来经过我同意 或者来这边先讨论 以党领政也不可能 所以对他来讲他也有很多东西 他会觉得对他来讲很不公平 那可是没办法 因为现在台湾的政治 我们可以讲 苏贞昌从7年的921选举以后 他到明年的520 我们都是看守内阁 下来就是看守内阁 那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重大事情在做 然后反正只要有人讲话 我们这些内阁成员 就会有人去回嘴 那对苏贞昌来讲 就是维持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当然我也要恭喜他 他女儿可以继续在包工程 所以呢现在 民进党到底 有没有真的想要改革啊 我们继续看喔 媒体人物只是他说 陈其迈的表态 是要送给苏贞昌最后一个温暖 是要送苏贞昌上路 这是经过蔡总统的指示吗 1月15号之后 党主席选完 其实大家也想知道 到底这个民进党的权力核心 会不会大风吹呢 苏贞昌还是要滚蛋吗 真的会像吴子佳说的吗 其实喔 今天我们坐在这些三个人 我旁边的董哥 还有跟维元呢 都不认为苏贞昌会下来 我本来呢 一度也觉得说苏贞昌 真的应该没办法撑了吧 至少蔡英文她应该不会 没办法再把她赖在那位置上 可是呢 我也从一件事情上面呢 我变成比较支持 他们两位的意见 可能苏贞昌会留任 是什么呢 就是元旦1月1号 蔡英文才发表谈话 说她做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 她的这个超征税收呢 她没有办法发现金 结果呢 每隔四五天呢 苏贞昌就打她脸 就直接的决策说 我们要发现金 所以我们现在才要讨论说 到底会在年前发 还是会在过就历年后发 一个总统提名的行政院长 可以在几天之内 公然的给她的老板 提名她 有权力提名她的人 公然的打脸 说你讲的不算 我讲的才算 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表示 这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是说 蔡英文现在在民进党内的 权力状况真的非常的不理想 她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苏贞昌 可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 蔡英文呢 知道她没有办法 直接跟赖清德对抗 她就又继续把苏贞昌 推到前面对抗 因为当苏贞昌 自己这么洋洋得意 觉得说 蔡英文讲的事情都没准算 我讲的 这是贱卡 这才能作数 这种时候呢 以苏贞昌的嚣张跟骄傲 以后赖清德所有的问题 就他们两个人斗争 那从这种 有没有符合 蔡英文的风格 我想很符合 蔡英文的风格吧 蔡英文每一次呢 出了什么事情 她都把人家推到前面 然后她就在后面 当成一个隐形人 你可能都没有感觉到 她的存在 然后她躲在后面 默不作声呢 就想说 那她这样子民调 会不会高一点 所以也非常有可能 现在蔡英文就铁了心 就真的不动 反正你民进党 未来是好是坏 民进党前途问题 你赖清德要负责 那你赖清德 如果真的受不了苏贞昌 你想办法把苏贞昌搞下来 她就不动手了 那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苏贞昌 确实有可能继续连任 赖清德现在 我觉得赖清德算是 比较愿意 倾听民众的声音 但是呢 很显然 她跟上面的不太合 没有办法呢 有一致 向党员报告 青年会的座谈 她说呢 民进党不能 只是护航行政部门 我们社会有疑虑的时候呢 必须要求行政部门说明 她说的 是不是有点明显啊 再说谁呢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谁哦 导播你要take远一点 你要看我手比哪里 等一下 这个梗会不会指的太明显 谁都没有出来 好好的跟大家来说明呢 比如说为什么 我们讲好的 不是抗中保台吗 结果保到最后呢 是要我们的下一代 自己的孩子去保台啊 那请问 这我们的政府在干嘛呢 我们为什么 台湾没有朝着 和平的方向去走呢 好再来 年轻党员质疑 党应该重建选民的信任 再来重点来咯 征召阶段 没收初选影响选情 但是接下来 如果说继续 如果说没有征召 全部都是要来做初选的话 我相信啦很多这个民进党的一些 原本的就已经在位置上的人 可能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呢 反对的声音呢 维远你怎么看呢 老实讲哈 看到赖清德这些论述 我 我个人蛮担心 我不会担心赖清德啊 我是觉得就是 民进党终于有人 看到问题点在哪里了 所以如果民进党越来越多 像赖清德这样 目前头脑比较清楚的话 那民进党他从政时间会更快一点 先讲一下 我先讲这个初选的事情 过去的民进党其实 不管是 大家包含上一次的总统的大选 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赖清德也是挑战这个蔡英文的 当时是有初选的 包含他们的县市首长 以及议员包含这个立委等等 过去民进党长期以来的传统 基本上都是开放初选 就是说 今天有人跟你挑战的话 那就办一场初选吧 那但是问题是这一次呢 蔡英文他一反常态的 在很多县市首长 他为了展现他自己的威权 跟他自己的控制力 所以他清点了很多人 包含这一次 这个吴宜东的输掉这场选举呢 他也是蔡英文清点的 原本不是还有什么软糟球吗 还有很多人想选啊 但问题是就直接叫吴宜东选 所以换句话说 没有初选直接提名的候选人 到最后以这一次结果来说 都是败选首长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如果今天你有初选的话 就我本身也是议员那时候 有初选出生的 有初选很重要 他会提前让你备战 然后提前经过民意的洗礼 所以换句话说 赖清德他这样子一个回去说 民进党要初选的一个重要是 提前接受民意的洗礼 让民意知道说民进党 彼此是有一个竞争力在的 他是可以有彼此竞争往上的 而现任的民进党籍 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也会有危机意识提前的备战 所以这样子一个斗性 跟哈郎性反而会因此而激发 所以你要知道赖清德 他今天讲出这句话来 某种程度也是告诉 接下来这个民进党立委们 你们不要再以为躺着选了 不要以为民进党这样执政 然后你们这样现任优先之后 你们就不用面对初选挑战 现在皮就绷紧一点了 因为我接下来 我赖清德要接任民进党党主席 所有的提名权 人事权掌握在我手上 虽然我现在控制不了苏贞昌 虽然我现在控制不了蔡一文 但是我可以控制你们的提名 你们的人选的办法 所以他等于是某种程度 透过他向党主席的权威 跟他的权力去建构 赖清德时代一开始初步的起步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民进党 还会遇到一个问题 赖清德包含这一次讲话 包含上一次讲话 说民进党已读不回的事情 我觉得某种程度 都已经开始隐隐的 在挑战蔡英文的一个正当性 以及现在行政院长 苏贞昌的正当性 所以接下来他们 这个赖清德跟苏贞昌 或跟这个蔡英文 彼此之间 会不会成为一个民进党内部 彼此进和 或甚至一个斗争的开始 我会觉得有机会 但这个时候看 蔡英文他怎么去反映这件事情 因为老实讲 包含刚刚有批解讲到 这一次吴云农选举的这个得票率 某种程度 其实很多民进党的人 已经在期待说 赖清德带领民进党重返光荣 就是重新振作起来 不要再输解国民党了 所以接下来赖清德讲话 会越来越被大家重视跟放大 包含现在他只是 竞选党主席而已 虽然他同额 他必定当选 但他的话都很被大家放大 跟大家去接受 最后再讲一件事情 他讲年轻人部分 他说民进党像病人一样 而青年像医生一样 多么好听的一句话 这好像就是说青年就像这个 这个民进党头家一样 你讲的话 然后你告诉我们的方式 你就是一个主治医师 你告诉我们方向 我们会按照你的意见去改 重新的去拥抱年轻人 重新去拥抱民进党 过去优势的这个族群 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头脑很清楚 他知道过去失去的族群在哪里 他将慢慢一步一步的 把他拉回来 而拉回来不断是建构民进党正当性 也是建构赖清的 接下来体系一个正当性 所以如果接下来不断的 这样子去运作下去的话 老实讲 2024 国民党很难选 刚很多人说不同意的话 我必须说我不是说国民党顺遂 我反正最后结论是告诉大家说 国民党接下来其实是 会面临很大问题 问题在哪里 第一个 民进党接下来可能会选党主席 或者可能会选总统的 可能就赖清的 应该就是他了 而国民党呢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人选 我们可能还要经历不同的阶段 跟不同的 有没有初选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好不容易团结的国民党 又出现在民众面前 产生一个分裂的形象 这就是国民党接下来面对2024年 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 老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CPI444 凡事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声音乐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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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